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23年 7月5日 已經是星期三 跟大家說一下 在中國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潛規則 其實潛規則 不只是中國有 不過中國是將一種潛規則發展到極致 例如 我們以前聽過的鼠尾 很多時候都說是不是有些人有後台 有些人就跟評判分過 有些人就是哪個評判的小三 又或者是情人 又或者是故意 有人去捧他 不只是如此 例如 很多職場上 美女特別是比較好處的 很多時候都是 跟權色交易有關 而中國 權色交易特別嚴重 很多時候 美女特別是比較好處的 如果她是一個有心機的人 有機心的人 她特別容易爬上去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位 美女書記 現在看來的樣子 不算很美女 不過 如果你說十多年前 那就很美了 這個官員其實就是 落了馬 當然他也不是大老虎 不過 因為他晉升和落馬過程都很戲劇性 所以就受到廣泛關注 女主角 batter är women 1966年 出生在貴州進而7都是新村 83年考入貴州農業學院 畢業之後 加入貴州省的を stroke 京都 cape 一名職保站辦事員 一個很基層的愿工 查看他個人歷歷 發現他進入執 third 第一個十年裏面 雷文雄有一個普通的直保站工作員 逐漸進升為貴州省 琴森南州府聯的副主席 appreciative 127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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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nt上升為 proyectoelu7 00 00 , 除後十年之中 由琴森南浸國 至至州府聯主席 一路做到 赤旅市的市委書記 和琴森南洲市委書記 赤水市 是貴州省的西北部 是屬於俊義市 是赤水河的中下游 赤水最說明的是甚麼呢 就是毛澤東四度赤水 當時的中國功龍骨 是四度赤水 實際上就是老毛帶著一群人走路 被人追殺 殺到這裡 他經過這個地方 怎麼四度赤水呢 其實是四度磅水 不是四度赤水 這些假故事 我也不願意替他宣傳 大家喜歡自己找 講回 他 一直都是順風順水做到赤水市的市委書記 直到今年被檢查的時候立案 雷文勇最後一個崗位就是貴州省 科學技術協會組成員 也是副主席 可以看出雷文勇 不單止在職務晉升上平暴清雲 而且他負責局的工作 內容也很廣泛 如果沒有出問題 肯定是一個 正職出色的多面型人才 當然啦 這個世界 哪有那麼理想 雷文勇的晉升這個路程 佈滿了安裝 以及不堪 據說當時 他進入了工作之後 默默 耕耘 最終 也得不到領導的賞識 反而 憑著幾分的知識 他開始 動起心思 隨後雷文勇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抓著上級領導視察這個直保站視察的機會 勾搭了指導工作的黃耀 而黃耀 當時是貴州省委常委 當然啦 從他來說是一個大靠山 事實上 也沒有令到他失望 跟黃耀發展出不正當關係的第二年 雷文勇升官 升任為 貞豐縣 外事局的旅遊辦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 好了 可以說 黃耀是他使用這個手段換取職務的第一次嘗試 也是他眼中的貴人 但是好境不償 2010年 黃耀就下馬被判死亡 這個時候雷文勇當然很糟糕了 糟糕了 我的靠山沒有了 我的爹死了 結果 他經過一番的運作 加上 黃耀就沒有推出他 令到雷文勇避過一劫 沒事 黃耀倒台 沒有令到他 吸取教訓 反而仍然執迷不悟 日益增大的反復力度 也讓他急於攀附下一個可靠的靠山 當然啦 靠開這裡找到食物 當然是跟著這條路的嘛 今天有了之前的成功經驗 雷文勇很快就找到了 當時的 六盆水市 委書記李在勇 六盆水 六萬元 在兩人不正當關係全續期間 雷文勇在14年2月 又在升官 升到貴州省的科學技術廳 副廳長 也是做副的 兩次都是做副的 這個 黃耀倒台 基本上他原來就不是全身而退的 原來他已經被紀檢部門列為觀察隊長 只不過 有李在勇的滑船 干預之下 他就沒事 之後的九年時間裏面 他在省的科學技術廳任職 是他工作時間 最長的一個服務單位 這個時候 他對李在勇言聽雞從 一直以為有這個庇佑 我試圖一帆風順 結果 又是 發生歷史重演 李在勇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被中紀委帶走調查 這次 他知道搞不定了 所以他就在李在勇接受調查期間 選擇了投案自首 經過深入調查 原來 他們在任職期間 很多 不見得光的事情 只是兩年時間 他就利用職務之便 貪污了 科研經費等等的供款是200多萬 清官來啊 也可以看得出貴州是多窮 在廣東省 小小一個鎮長 鎮書記 川書記 已經 權傾朝野 已經 排場不得了 說到後面加兩個人就差不多 結果 他竟然只是貪污了200多萬 他 貪得就貪 可以 掠得就掠 結果為了逃避調查 他原來 原來 200多萬只是免費而已 他偷偷地 把所有的裝款以家屬的名義在海外買樓 據說 在美國買樓 房產有20多套 這個才是真的 200多萬只是散資 他現在 對他的調查進行中 他 是不是可以 逃過制裁呢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不過 在美國 竟然有20多套房產 我們不用多 我們以平均 25萬美金 普通 大約200萬港銀 20套 4000多萬 如果25套當平均 就5000萬了 這個數 比較合理 因為 這種村官 村幹部 大家也知道 很多時候 大陸是一個男女極不平等的地方 女人 只是男人的附屬品 所以 很多時候 有幾分知識的人就會透過自己 因為不用努力嘛 你多努力 上司也不會看你的工作表現 因為中國是一個 逆向淘汰的社會 共產黨裏面的官 全部都是逆向淘汰 只要你懂得轉型 你有後台 你就會升官 沒有後台 你多厲害 也不會得到人上色 當然啦 也要講運氣 好像我們經常都說過黃有龍 做司機 結果老闆出了事 他就承繼老闆的所有貪官貪回來的錢 而且承繼了 耳拉趙薇 發達人才兩得 所以 在大陸也是要講運的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 他沒有辦法攀附到更加高的官 貴州 是出了窮地方 窮山惡水出了刁民 但是在這麼窮地方 現金是200餘萬 但是在美國的20多套房產 代代平安 其實真的是聰明女 你想想 66年出生 今年50多歲 57歲 他已經可以 有20多套房產 家人在海外 已經去享福 他在大陸就受罪了 坐牢了 家人在大陸就受罪了 坐牢了 坐牢了 這類型 如果中紀委通了天 就不能走 但是如果沒有通天的話 他絕對有機會偷偷地放他走 如果沒有通天的話 他絕對有機會偷偷地放他走 沒有人知道的 說他病死了 到時幫他藝做紀錄 說他病死了 他利用假身份 離開中國 用假護照 假身份 離開中國 然後就可以去美國 跟他家人上屬上妻 看到在大陸的官場 真的大部分都涉及 權錢交易 要不就是 利用自己的職務 便利 進行侵犯 強迫人家 做一些不願意的事情 所以現在外國 民主社會 一個MeToo 令人人心惶惶 這個又中箭 那個又被強姦 那個又被強姦 那個又被強行進入 那個又被偷拍照 之而此很多東西 在大陸絕對沒有 就算好像 彭帥 要搞定就搞定 找老婆出來把風 他可以繼續來 結果爆出來也侮辱 人家即時就有這些有勢力的人事 在中國 實際上 真的很恐怖 這些事無日無知 每天都發生 究竟何時才會 結束呢 其實在中國 因為 當權力 膨脹到 沒有人控制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監管他的時候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當然有人會說 中國也有中紀委啦 他們也會被人拘捕啦 問題就是 中紀委 其實 真是很幸運 大部分人都沒事 小部分人是不幸運的 要不就是靠山失勢 要不就是 上面要交差 究竟捉幾個啦 你真是點子冰冰點中你 就是不幸運的 你 問一下中國的官員有誰不貪 有誰敢出來說不貪 其實真的沒有人都貪 說不貪 他一定是想辦法累積錢財 每個人都在 借自己的職權 每個人都在 希望利用職務的便利 去撓出他最大的利益 當然奸人婦女 算是標準動作 包養情婦 或是 透過他的誠意 透過他的勢力 透過他的政治本錢 令到很多人甘於屈服 最初可能是不願意的 到了最後 本推本走 最終 這些事情 每天都有 也有人因為為了討好上級 把自己的老婆獻出來 被人上級 真是 多得不得了 所以 看到中國這種現象 全世界其實沒有那麼髒 我們看到其實也覺得 也不知道怎麼說的 太多屠色新聞 太多醜事 這節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虛行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 幫我們 點擊廣告 無限大法 幫我們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增加推送欄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